我這種人需要搶 我直接就跟她 就先booking下一排 好 前面田富貞要開演唱會 Selina當然不能全席 直接大手臂booking一整排了 而在等待演唱會的同時 Selina還擬上了這件事 她今天一來 她就說她在嘗試攝影 那攝影我就有學問 我也辦過展覽 我就看了一下她的作品 我認為她是很有天分 她的構圖是很好 妳真的是要認真拍嗎 因為我今天是第三天拍 就是拿相機 第三天而已 所以大哥們 你們剛看到的照片 是我第三天拍的 這麼有天分 我才拍三天而已 這麼厲害 就上手了 不敢說上手 可是就覺得有興趣 這個興趣 對 為什麼妳會突然間拍攝 妳不是還在露營嗎 我就是在露營途中 然後就是其中一個營友帶了 然後我就打起來玩之後 就借來玩 就再也停不下來 妳有沒有想過那很貴 不要隨便拿來玩好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我被拍 你知道我被拍攝一杯 就是我的工作都被拍攝 可是我第一次真的是 透過那個框框去看我的世界 然後去想辦法把它記錄下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有趣的事情 然後我也想要挑戰看看 看能不能帶給我的粉絲們 更多我的眼睛看出去的 美好的世界 期待未來能看到Selina 拍出更多美麗的風景 而在11日才剛結束的 台北電影獎 這次黃子椒跟客家院主持 成了大彩蛋 不過當初聽到這個消息時 椒哥的反應盡失 之前接到台北電影獎的時候 是說一個人主持 後來他們就說 要不要試試看來一點不一樣的 然後我就說好啊 是誰這樣 他們說客家業 我當時有一點想要 就是 但是我也是一個很勇於嘗試的人 你看去年我們帶謝英軒什麼 也都上了金鐘獎 我也想給自己一個挑戰 能不能帶著一個從來沒有主持過 從來沒有主持過的人上典禮 所以很開心 我們都是很放得下身段的人 那他也是 當然緊張 你做典禮不緊張嗎 不緊張 我一點都不緊張 你這個老油條 你這個馬後炮 當下當然會緊張 我都跟著他緊張了 你們因為你們離很遠 我開場看到他在我旁邊 他的嘴皮是在抖的耶 他在講的時候 我覺得 我一邊看他一邊其實很想笑 但我認為這就是最珍貴的地方 我認識他很多年了 我一直覺得他的節奏很奇怪 就是他有一種 就是活在自己小宇宙的 可是這就是主持人要的 就是我上台前就跟他講一句話 就說你待會不要管台下了 全部都是大咖 你就如入無人之境 你就是活在自己的狀態裡 把你該做事情講 他也做好了 我覺得整個過程裡面 也再一次看到家燕的這種 野心跟表演慾望 是超乎我的想像 家燕的表現讓焦哥大為讚賞 雖然台北電影獎才剛結束 不過三季典禮也即將到來 不知道是否能看到焦哥 再次拿起主持棒呢 其實我金鐘去年 就是說我請三連請辭 那金馬跟金曲也早就交棒了 明年我台北電影獎也會交棒 我覺得是時候 然後大家都要傳承 那萬一金人三季又看到你了 沒有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我說到做到 搞不好看到你 那典禮沒有那麼好 沒有啦 對典禮不是有沒有慾望 而是第一個我覺得是 是時候要傳承 第二個我也覺得自己 差不多江郎才進 能夠貢獻的真的差不多 真的 真的 我們人要有自知之明 就是是時候要轉換一下舞台 留下一些美好的記錄跟回憶 我已經覺得非常的滿足 這要花時間做人 做人很失敗 一直都很失敗 焦哥大方的讓出主持棒 也是為了讓後輩 能在這個領域打防衣材 而做人的部分 我們就要靜靜等待好消息吧 完全樂 中風節高御仔採訪報導